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普通的妻子 普通的自己 无忧无虑 每天在这热热闹闹的地方和妻子共度凉宵 一切都如此的 美好 傻 你们吓到我老婆了喂 别怕 有我在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半点伤害的 叛军就是这样 只会破坏的寄生虫 整天搞破坏 坏事做起 迟早遭报应 除你被马车撞 还是枪死 好痛 别老婆骂得好痛 别老说叛军啊 以前的皇帝就婚姻无道 所以才会发生那么多造反的事情 谁知道新帝是不是这样的狗皇帝呢 我 我说错啥了吗 不用怕 躲到我身后 天王盖地虎 说啥玩意的 丑啥丑 你信不信消你 各位大哥 有事好商量 以何为贵 不懂暗号 冒败的 身上没有真气 两个普通人 怎么办 顺手杀了 看着穷三样就烦得火 太不了大事 你再留着 我会忙完 让爷好好享受一下 隐藏真气流动都看不出来 二流打手 不 只能做事弄得太大 调不过我在京都的事情 就暴露了 小事了 劲儿大了 你还好吧 真是幸运啊 看来是有高人相助啊 看头 刚发生冻死的皮包就在这儿 留下门罢安 统统闪开 仔细看场 把这附近的剑杂人等都抓起来 挨个拍场 看来要吃牢饭了 坚硬的玄武是瞬间被镇成粉末 走到这种程度 难道是那个人吗 那你给单独分开 分开始去 不要怕 没事的啊 我很快就会来找你的 放进医生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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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海 这就是登汇 在场的人吗 是的陛下 绝无遗落 我明明在场 居然没有发现是谁出的手 陛下 那伙叛军的身份 我已经查出来了 他们是京都的地痞流氓 是某人发钱雇佣他们抢 Ner de 是某人发钱雇佣他们讲办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么说是释迦搞的鬼了 陛下 您刚登记 释迦还很重要 叛军 是假 如果叛军的首领就在京都 他又会藏在哪里呢 李先生慢走啊 有空上来坐坐 谢谢张大 奇怪了 这六扇门怎么突然这么客气了 也不审讯我 还好吃好喝的伺候丸 就放我出来了 怎么才出来 怎么才出来 抱歉 让老婆担任久等了 还以为 你会被狠狠地收拾 最近京都不太平 你注意安全 你说的是叛军吗 不只是叛军 还有世家 那伙人是世家派来的 目的是震慑新帝 动摇起根基 进而谋起到更大的令 新帝刚登基 也不敢随便动他们 老婆你可真厉害 咋知道这么多 跟皇帝似的 刚才无意间 从六扇门 询问我的官员那里听到的 父亲 父亲 如果刚才一不小心的话 我们可能真的天各一方了 不要担心 有我在 这里就是天底下最安全的地方 你是指 你找的安全了 看来要好好处理下世家 和叛军的问题了 不能伤害到他 世家呢 皇帝不敢收拾你们 那就我来 昨天好像有个世家遭妾了 何止遭妾 听说皇家家主和他夫人的脸 都被他贱人化花了 现在整个皇家都乱成一锅粥了 你看起来心情不错 看见有钱人 看见有钱人遭妖 我就开心 我家老婆真可爱 总之就是可爱啊 宁静的生活 又回来了 没有打打杀杀和勾心斗角 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 土石乌滑的老百姓 造反奇异了解一下 放手啊 蒙面的造反同志 这又是哪儿冒出来的火宝 好丰满啊 不是 娘子 我是看他身份可疑 你好啊勇士 今天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这高刀爆炸的开场白 居然还在用吗 早知道当年我就不写了 喂 你再宣传 我就叫六扇门了 而且你都暴露身份了 蒙面有什么用啊 这不是为了隐藏面容吗 这样就算被那狗皇帝发现了 我也不会被发通缉令 你还知道会被通缉啊 怎么感觉背后发凉 等一下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面罩摘下来给我看看 你是不是之前 欠我房租的房客啊 快看那边 居然有美女在脱裤子 果然是你这家伙啊 好疼啊 房东大人 我给你跪了 请你放过我银子吧 我记得你好像叫 李雪 我记得你应该不是叛军的人吧 虽然现在还不是 但很快就是了 等我加入了义军 找到那个人之后 也能交上房租了 那个人 那个人就是 战略经济品格都远超常人 天下无双的义军领袖 哲仙大人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当年我父亲临死之前 将哲仙大人的画像给我了 所以只要对着画像来找 一定能找到他的 我累不去 居然还有画像吗 我明明把有关我的线索 全都抹消了呀 糟了 这样下去 我当过派军投资的事情 就要被我老婆知道了 不知为何 有关哲仙的记录 都神秘消失了 好机会 终于能知道 那混蛋长什么样子了 虽然他人长得歪瓜裂草 还是斜靶子脸 但他依然是我们的领袖 我最近就是一直都在找路人呗 正好有问问你们 有见过这个人吗 这 不是跟庆幸还是跟悲哀啊 而且这话 好像在哪儿见过 这 不会派军树林真正这样吧 是派军 派军出现了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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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会这就是你最终的手段吧 妹子 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 喂 你听说了吗 红线我楼的那儿出现叛军了 听说还是个领袖 居然还敢大大大百个上青楼 啊 该不会是那传承中的哲仙被捉了吧 怎么可能 哲仙是何许人也 留上门 连人家影子都捉不着 还捉他 笑话 这是哪位同僚被逮了 该不会是熟人吧 这位客官 您不会 真把我们红袖楼当酒楼了吧 您想要什么类型的 挪家给您找吗 啊 你帮我找 对啊对啊 我帮您找 我是来找一个男人的 什么 你要找男人 啊 啊 啊 原家影意 凤凰命将贼人张虎鸡拿归案 乖乖束手就擎吧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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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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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们好久了 哼哼 终于来抓我了 哼哼 罪过的盘缠也用过了 我投降 快抓我进天牢 我就是犯罪 快抓我呀 快放手 明明都蹭到我腿上了 我就是犯罪 快抓我呀 快坐手 明明都蹭到我腿上了 蛮叫张虎 吐号 大胡子 职业是个郎中 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 大夫 给我包扎一下吧 小问题 交给我好了 那由我天生 力气大了一点 大夫 我的骨头被你给掰断了 没事 我把俺给你接回去 然后 俺就被通缉了 后来俺加入了叛军 直到那一天 俺遇到了那个男人 天上怎么掉下一个人 我的天 难道是神的使者 啊 啊 见了鬼了 我居然穿越了 啊 腿好像断了 阿兰给你接回去吧 谢谢 劳烦你了 他也是唯一 从我手上活下来的伤者 传闻果然没错 你果然在京都啊 你在看什么 人群里是不是有你的同伙 哎 官爷 你说我在看啥 我在看你啊 我就喜欢你这样水灵的小帅哥 小庄算 那你来青楼干啥 青楼里 竟是这些水灵的附加子弟 咋了 不能在红袖楼找男人啊 快把这混蛋给我押走 小帅哥 臣别介意 一起快活啊 是他 他可是对我有大恩哪 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被皇帝抓住了 你会来救我吗 不会 那就好 我是说 有我在 你不会被抓 大前天老吗 好久没来逛过了 大前天老 是京都守卫最严密的地方 相传当年盗圣百姆人 来自救人 然后他的腿 就在天老门口被打了 可儿 咱天老 真的就没人能攻破吗 那当然 我跟你们讲啊 要是有人 能攻破这里 回家我老婆 就给我带绿帽好吧 嘿嘿嘿 果然哪 我就知道你会跑来找我 好久不见了 首领 是啊 好久不见了大虎子 果然对你来说 潜入这大前天老 易如反掌 不愧是我救下的男人 你啥时候救过我 我咋不记得了 哦 等等 莫非你说的是 我刚穿越过来的时候 嘿嘿 经过你的治疗 导致我在床上多躺三个月 还好我命够硬 才苟活下来 那 那只是意外而已啊 哼 不过也因为这件事情 误打误撞之下 发现了我那体质 康复后 我发现可以吸收蒸气 来塑造身体 也因此 我才能快速变强 但这体质 有一个致命缺点 随着我越来越强 那个问题 也越来越严重 出发 都和了你研制的 防头发明样 我才没变秃子 哼 不然也娶不到 这么漂亮的媳妇啊 那是你媳妇啊 我看到了 长得真漂亮 有福啊你 叙旧到此为止吧 哼 那太雨结束 我回去了 老婆还在家里等我呢 回来 话还没说完呢 实不相瞒 我练功走火入魔 我估计活不了多久了 所以 死马当活马医 来找你问问 有什么办法没有 毕竟你是天下最强之人 练功这方面 无人能及 好 这些年我也对医术略有研究 总结了四字真言 能治百病 这又奏于你 快说是啥 这下有救了 不喝热水 你还是滚吧 不开玩笑了 大胡子 我是特殊体质 才不会走火入魔 抱歉了 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送你这份 花了我全部身家的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呢 当当当当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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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全部是人家 是啊 租租花了我五文钱 还是我和老婆赦账换来的 明天要还五十两呢 堂堂义军首领 居然沦为奇寡颜 算了 临终之前 看看你也不错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嘛 大胡子你命这么硬 能挺过去的 另外 还有一件事情要你留意 现在新帝刚登基 朝廷极弱 世家都在打歪主意 尤其是那姓黄的 他们不仅和残留的叛军勾搭上了 似乎 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我有种预感 这件事情不简单 可能整个京都乃至大前 都会受到牵连 你说的我记住了 我先撤了 刚才是不是有人在这里 嘿嘿 小哥哥 你来了 你是找个借口来个暗途出吗 好开心啊 黄姓世家 有做过吗 现在情报有限 去找空文和尚打听下情报吧 现在情报有限 去找空文和尚打听下情报吧 先帝和世家的权力纷争剑起 再死一个皇帝 想与我何干 关键是不要打扰到我的生活 潜连到我老婆 我倒要看看你们都搞了什么阴谋 就凭你这个小小的世家 难乃无何 龙山寺大前香火最旺盛的寺庙 龙山寺的住持是德高望重的空文大师 空文大师常年救济起干 通过他们组建了强大的情报网络 狗仔帮 因此呢 他也成为城内消息最灵通的人 昨夜天牢失守 好像就是那叛军妥妥干的 据说那天牢的看守被冲骂一顿 回家还发现自己被律日了 空文大师 听闻你消息灵通 求你告知异军首领究竟藏在哪里 阿弥陀佛 师主并非是第一个来问脑娜这件事情的人 只是 老娜已对佛祖的佛心法师 真的不知那位甚在 老师 你好 我服此辈 请您宽恕 龙东先生 你们怎么来了 听说这里的许元术特灵验 我们夫妻便来挂个牌子 许个愿 周姐姐 你也信这个 周 黄兴 陶哥安心吧 皇帝 夫妻 这是什么情况 秦皇登基时 我就在宫里主持法师 绝对是那位没错 我在做梦吗 世人畏惧的大反贼 和大前的女弟结婚了 我已经许过院了 我就不当这个蜡烛了 老威 老娜这儿不及孽缘呢 哦 呃 没事 人上了年纪 就容易说胡话 看二人的反应 难道互不知情 嗯 这便是龙山寺的许愿术了 世人皆说龙山寺的许愿术灵验 于是便有更多的香火客分之大来 说来这都是多亏了李施主明出的主意 各位施主 我关你印堂发黑 即日必有血光之灾 许愿方能解在 现在许愿现实优惠 只要九两九 全家老小报平安 只要九两九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你还等什么 这这这这 我我 我 我许十字远 这是一百两 您不用找了 无僧来推销 这一般人谁敢说不啊 为在牌上显下愿望 挂在树上便可 和尚 其实我还有件事要问你 黄家在干什么 老那不知黄家所图为何 只知一二 藤生粮食铺 施主若想调查清楚 便去那里看看吧 足够了 多谢了 真是奇妙的缘分 这二人究竟是如何结为夫妻的呢 若有一天知晓了彼此的身份 又会如何抉择呢 是不两立的二人 果然还是会运荣相见 那就可惜了这美好的愿景 可惜了呀 我再问你一遍 汉军的首领藏在哪呢 谁知道呢 或许在海底两万里 他的信息 不都跟你交代过了吗 你是说这个玩意儿吗 在危难关头 能够化身成高二百米的机甲巨人 精通各种人数 差点当上海盗王 同时拥有各种后宫 是邪恶的敌人 善良的朋友 七七七颗珠子的天选之人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鬼东西啊 哼 光凭你们的智商 是无法理解这上面的内容的 俺也不知道啊 李云那小子念叨的都是骂的 但只是用了古人倒也是足够了 陈海先生 我觉得我们应该用刑了 哼 那你就试试啊 你们以为我会怕这个 我看 还是牵来一只大狼狗 再喂点媚药吧 哼 我全招了 那先告诉我 你吃的馒头是谁送过来 你咋知道俺吃过馒头啊 俺连渣都没剩下啊 你的粪便我仔细检查过了 确定是馒头无敌 就是那个胃 哇 厉害啊 不愧是陈海先生 不犯过任何戏剧啊 神经病啊 六上门都是神经病 我们这几天给你的食物可没满 可见是有人专门给你送过来 能出入天牢而不被发现的 除了那个反击头子还能有谁 我就问你 他是不是藏在经里 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你 能确定这件事也足够了 喂 如果俺是你们的话 不会将注意力放在先爷身上的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为何世家最近如此嚣张 肯定是有了足够的兵力 才有了叫板的资格呀 我们异军里的某些干部 可是真疯子 没了他的冤属后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从只给了犯人馒头来看 他应该钱财不足 而且也并非是来解狱的 说明他暂时没有在起义的想法 但有可能是在折服 不过属下大胆推测一下 也许他解散叛军 是想要回归到普通的生活 比如说已经成婚 有了妻儿 并无法再舍身去做危险的事情 据犯人透露的情报 世家多半是和残狱叛军有所勾结 但领导者应该不是那个人 爱卿干的不错 和柯南有的一拼 柯 柯南 陛下 您说的是何人 呃 没 没事 就是一位杰出的少年奇才 专门破疑难鬼案 李云天天同我讲这个少年的故事 是 世上真有此人吗 微臣受宠若惊 臣必鞠躬尽瘁 来报答陛下的厚爱 退下吧 微臣告退 钱财少 已成婚 想要作为普通人生活吗 这范围太广了 比如说我家李云就是这个样子 和尚说的应该就是这里了 呃 不能像以前一样用蛮力硬闯了呀 还是得想办法偷偷溜进去 不能把事情闹大 不然我家老婆会担心我呢 嗯 把财位挪一下 不要妨碍路人通行 有了 商家怕城管 不管在哪个世界都一样 嗯 应该快来了吧 商贵的 大事不妙 西族城六扇门的人 正朝这边赶来 什么 拿着这个 快走 一定要交给家主 把这里围起来 不要放任何人离开 给我搜 别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 这里没有 我这也没有 银高大人 并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 这条情报究竟是谁上报的 呃 举报的人说 自己是陛下安插在民间的细作 称自己为大内密探007 陛下的人 难道是陛下的知识 这可是 这种事情 果然举报就完事了呀 六扇门真好忽悠 这群工具人真是好用啊 有点羡慕皇帝了呢 让我来看看 他们到底在谋划些什么 正月二十皇家夫人 去陈公子家十分钟后离去 正月二十一皇家夫人 去留公子家二十分钟后离去 正月二十二皇家夫人 什么鬼 这是绿帽日记 等着有一天复仇用的啊 居然把自己被绿的事情当做暗号吗 是个狠人 不对 在账本上写这个 明显是在隐藏什么 用真气试试 原来如此 是用真气矿石撰写的 这样就算有人抢到了 若是无法使用真气 也看不到隐藏的内容 他也许就在京都 但是没关系 这对计划没有影响 这对计划没有影响 皇帝出宫之时 开始行动 这指的应该就是我了吧 看着内容 是家是打算趁新帝出宫寻游时 刺杀他吧 嗯 这事虽然和我没啥关系 但闹大了的话 就不一样了 皇帝出宫寻游 是登基之后的传统活动 不知道这些家伙 到时候会用什么方法 皇帝怎么样都好 就怕他们的行动 会像上次一样 波及到我家老婆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只要不让若离 参与这个活动 就可以了 反正只要躲到远远的 麻烦也就找不到我们头上 这样就行了吧 正好来京都一圈 陛下 承海大人求见 准见 微臣叩见陛下 嗯 陛下真是神经妙算 我已经按照陛下的指示调查了 皇家果然在谋划什么 我的指示 这家伙越来越会说话了 这昏黄色的真气矿石 名为暴炎石 是在皇家粮食铺里发现的 单独一颗威力不大 但是大量的矿石聚在一起 就会引发巨大的爆炸 微臣建议 取消这次的出宫寻有活动 历代皇帝登基 都不曾取消这个传统 这个时候取消 岂不是助长世家的气焰 是时候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大前真正的主人了 要是连这些世家都收拾不了 我又怎么能给他一个安息生活的精度 在游行的时候见到他 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呢 陛下有什么口味的 甜的 陛下明明喜欢酸的 为什么每次都要甜的呢 你的仆役越来越精湛了 但做这么多 不会很累吗 我没有很累吧 对了 明天我和朋友约好 出去看新地的巡游 出门和朋友看新地的巡游 你 你居然有朋友了 怎么了 我不能有朋友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从来没见过你的朋友 这可怎么办 平时他都没上人机交我 难得交个朋友 这让我怎么阻止他去参与巡游啊 那明天我和你一块去吧 不开心了 和朋友约好去看游行吗 不能阻止 那就跟在身边保护他吧 什么人能和我老婆做朋友呢 不过能交到朋友也好 安全 就由我来保证吧 啊 老婆 你起床了吗 啊 睡过头了 糟糕 昨天晚上想的太多 睡太晚了 居然都不叫我 昨天果然是生气了 得赶紧找到他才行 应该就在街上 来的正好 他们的目标是新帝 只要确保我老婆不在附近就够了 我老婆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听说新帝可是天下第一美人 真假的 大前出个女皇帝已经够稀罕了 居然还是个美人嘛 据说原来后宫里的那些妃子 都自愧不如呢 哼 不就是一世间的武则天吗 多半又是个狠婆娘 哎呀 都巡游半城了 还是没发现若黎的身影 这能跑到哪里去啊 不会是在看我吧 傻瓜 叫你齐晚了 哎呀 流星夜快结束了 应该也没危险了 哼 说不定他已经回家了 谁 呃 这个家伙怎么滚在这里 必须报告给陈海大人 啊 嘿嘿嘿嘿嘿 柳山门水准都这么低了嘛 也就陈海那小子 有点能耐 走吧 别忘记带上那袋真器矿石 这次 定让大前的狗皇帝 肆无全身 来晚了吗 好凶残的杀人手法 凶手明明可以一招毙命 却故意避开要害 让他们在痛苦中死去 不好 难道是那个家伙 总有人分散看侦查 发现可疑人物不要惊动 放信号带来联络我 陈海先生 这究竟是谁干的 为什么你那么紧张 难道是叛军那位 不是他 但有可能比那家伙还要几手 他十分熟悉我们六扇门的办案手法和体系 如果是他的话 很有可能直接绕过我们去袭击陛下 这怎么可能 我们六扇门的体系一向是滴水不漏的 如果是这套体系的建立者呢 什么 难道是那个家伙 没错 正是六扇门的前任主管 陆陈雷 陈海先生 我加入六扇门比较晚 只是听说过那个人的残暴事迹 他的实力如何 原本凭我的实力 是当不了六扇门总管的 直到发生了那件事 那时叛军势大 先帝内心惊恐 为了避免京城内施加和平民趁机判断 便任命洛成雷 作为六扇门的新总管 进而加强对京都内的管理 然而洛成雷此人残暴异常 建立一套最森严的规矩 而且每一次执法时 都会导致大规模破坏 伤及无辜 京都在他的管理下 儼然变成了火地狱 起初 这种高压的管理方式 确实起到了压制谋反和叛乱的作用 但这样的做法 终究会物极必反 京都的群众终遇着无可忍 出现了大规模的暴乱 随后先帝为了平级名分 下达了处决洛成雷的御令 并且派出了六扇门的四大高手 多情 刚手 追星 热血去讨伐他 然而 洛成雷的实力 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最强的精锐部队 被他一人全见面了 然而在那之后 他就消失匿迹 没了踪影 因为这些事迹 他在人们眼中就变成了烈狱里的流畅 人称 玉变流畅 嗨 房东先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 房东先生也是来藏吃的嘛 今天皇帝巡游 好多商铺都在搞免费活动 哦 豫豫豫豫 该不会你背上的一大兜子 都是吃的吧 没错 这些可是我过年的粮食 哦 不愧是你 果然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嘛 房东先生 我看你是完全不懂啊 我这不算什么 有些人可是比我还有过分哪 拿了这么大的袋子 里面装满了 红黄色的真气矿石 肯定值很多钱 红黄色的真气矿石 难道是暴炎石 那群人往哪个方向走了 刚刚就在那个湖洞口 好像往东走了 这群家伙是疯了吧 那么多的暴炎石 他们想把整条鸡都炸成碎片吗 可恶 已经离开了吗 这样找下去 效率太差了 让我看看 找到了 牛虎 老铁们 刺杀皇帝随便你们 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别用了吧 竟然躲过去了 牛两下子 喂喂喂喂喂 能不能好好听别人的劝呢 我没打算阻止你自杀新帝啊 什么 我都这么心平气和地和你们说话了 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有点灯鼻子上脸了啊 不要使用这种会波及他人的武器 尤其是 可能会波及到我的老婆 既然说不通 看来有必要好好教训下你们了 你说什么 教训我 就凭你 知道我是谁吗 万可神欲灭罗刹 你这混蛋 真敢偷袭我 还让公下盘 不加火德 拜托 还不是你破绽太多 这一招叫化鸡蹬腿 学着点 臭小子 我要宰了你 有点本事 这就不行了 我刚认好身呐 我的实力给真精道了吗 到现在为止 我也只用了一半的力量 你呀别管我衣服啊 这衣服可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还在宽心衣服啊 接下来 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残忍 在我面前装什么呢 你以为救你没用权力 怎么可能 总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你这也是病 叫中二病 我还以至迟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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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得不得 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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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 啊 中二修正拳 呃 我们老大 可这传说中的人物 居然到李氏外面前 居然一点反抗 我没有能力都没有 赶紧溜 喂 你们几个 想去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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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绳子啊 成这样啊 啊 真是一群天下文化的智障 在这儿好好反省一下吧 啊 啊 这玩意儿这么危险 给六扇门那群狗腿子 也不让人安心 啊 好 对了 还可以这样 哼 放烟花喽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 但是烟花好美啊 神凤的烟花 也不知道那个傻子 跑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若离 有没有看到 所有人注意 这本人跑呢 六扇门的人终于来了吗 不管哪个世界都一样 总是最后到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 这家伙是 都有陈雷 是谁 居然能把他给活埋了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种事 但是他是最没可能帮我们的人才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现场整理一下 这些人全部带走 这种恐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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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是普通坊东应该有的 坊东先生 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事 干不亏 他就是我们日子在场的那个人 韩军手里 折线 看一看来 又人又大的唐葫芦 奇怪了 巡游都结束了 也没找到若离 快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吹透丧气的 今天在街上碰见我 怎么不和我打招呼 真假的 难道是错过了吗 我把整个京都都逛遍了 也没看到你啊 哼 我看 你是被别的美女吸引住了吧 比如今天巡游的女帝 不是传闻 她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吗 才没有呢 女帝还能有你美吗 我家老婆大人 才是天下第一美 再说了 巡游的时候 她是被帘子遮住的 谁知道她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 虽然肚子吃撑了 但依然不饱 还需要再吃很多的名侦探 你学 又来了 话说这台词 我给老婆讲故事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偷听啊 哎呀 房东先生 你好笨啊 居然到现在都没发现 新帝的真正样子 真相只有一个 新帝她根本不是什么天下第一美女 反而是青面獠牙 丑得吓人 所以才躲在帘子后边 新帝 怎么突然一股杀气 有种不妙的预感 胡说八道 我今天才是见到新帝了 他才不是青面獠牙的丑八怪呢